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升级系列一一个国企 然后信赖郭台铭保护军公教 里面这段话引发了总统府要求郭台铭要道歉 他说郭台铭当选总统 坚持捍卫军公教锦销的尊严跟权利 支持退休金视线案修正不公不义的年改条款 然后他说军工锦销是创造台湾奇迹的工程 民进党政府却认为退休人员是台湾社会的米虫 一再羞辱他们 郭台铭要向这群默默奉献者致上最高敬意 而这是用郭台铭后援会 但是民进党政府真的有讲过米虫这两个字吗 感觉没 所以现在总统府发表声明说 这是一个不识广告要求道歉 叫你们来看 趁着行程空档总统蔡英文品尝嘉义士道地美食 手直接搭上老板娘的背就像老朋友 白饭淋上卤肉 小英赞不绝口 在店家墙上签名 也在脸书分享肖叶文 小英请跑基层听人民心声 另一边搅取图条下方半版广告 清一色都是这张国旗图片 写着信赖郭台铭保护军公教 还说民进党政府认为 退休人员是台湾社会的米虫 一再羞辱他们 最后署名郭台铭后援会 总统府发声明指出 这是一份制造社会对立的不实广告 不负责任的以仇恨语言操弄社会对立 给予强烈谴责 行政院也发稿表示 这是散播仇恨言论 严正谴责 要求郭台铭立即盗窃 民进党立委甚至提议要提告 那请说出谁讲这句话 这样的指控是无地放始 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 甚至主张民进党应该对郭台铭提告 郭董事长讲的一点也没有错 民进党从上任之后 就是政党的追杀 共产党立委还跳出来火上加油 说没必要道歉 但买下四大报办门广告 索费不资 先不论郭台铭后援会是谁在下指导旗 都已经展现大老板参选 果然高规格 上来新闻葛子刚 专门情侣小组谈不到 好 我们看到这是 除了有钱之外也有一些创意 刚刚这个范云就有帮我们看到 这个信赖保护 这个我发现郭台铭 如果你只去看他的看板 他们很喜欢用这种凸显大字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广告手法 去提醒大家比如说信赖保护 然后郭台铭军公教 但是里面讲到这个米虫 这个民党就说了 我们可从来没有用过这些话语 瑞德哥如果是这样 民党有委员说直接提告吧 你认为应该要告吗 事实上提出告述的最大的好处 是让郭台铭刺上官司 当然他那么有钱 所以他的律师团非常多 不过你可以要求被告到庭 就是这样烦死他就对了 但问题是事实上这都不重要 为什么呢 今天他为什么故意去骂民进党 说人物军公教室米虫 事实上说骂军公教室米虫 不是民进党 各位如果去回想去找当年的一个新闻 是有人这样骂 那么那个时候民进党要正在进行 这个相关年金改革的人 还出来呼吁不可以这样骂 你知道吗 那么事实上年金改革本来被改到的人 现在一定不会送 我民国会拿的退休金变少 所以那么当时在三读通过的时候 民进党相关的立法委员还一鞠躬 向所有的军公教道歉 那郭台铭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登四大报 郭台铭要每天登四大报 他可以从今天 他可以从这个大概是春秋战国 登到中华民国 你知道吗 他那么有钱啊 2500多亿啊 要怎么登就怎么登啊 高兴怎么登 随便怎么登 但是他今天登这个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对他的选情有意义 各位有没有仔细看 初选的选情吗 特别在强调什么 保障军工架 刚刚提到这个王金平王院长 我倒真的替王院长觉得不值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将心对明月 奈何明月遭勾取啊 所有的人呢 事实上在某些领域上面呢 都能够有一片天 其实都跟王金平有点关系啊 成他的情啊 结果到现在呢 很多人还甚至于回来 挖王金平的这个墙角 那么郭台铭自己本身呢 现在他的民调已经到了这个5%里面了 他从那个离韩国瑜15% 10% 8.6% 一直到后来5 到现在也就5以内了 对 如果最快的话 依照韩国瑜继续出事的话 对不对 继续讲错话的话 最快搞不好 6月1号造势成功以后呢 隔一个一两个礼拜 可能就在这个6月初 那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那当然对啊 郭台铭来讲 就是黄金交叉嘛 郭台铭他一路不要小看他 因为他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广民党现在呢 什么都有就是党场被扣住 你知道吗 所以过去挥霍惯了 现在没钱啊 那什么东西都用到钱 有钱万万 不是有钱这个等于说 什么都能啊 但没钱万万不能啊 所以郭台铭现在在打入空战的部分 各位很恐怖 那不是跟四大报而已 你看他网路 你看他包括恐怖电台也好 还有包括这个电视台也好 对不对 人家是在空战的部分 非常有节奏的 有组织性的下去 蓬没所有的东西 然后在路战的部分呢 你何时想到 郭台铭有一天会坐到 站在这个战车上面 跟人家 郭台铭我是郭台铭这样子 我是台湾首富 我有2500人 我也不去买 像我们现在画面的这个是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说 他这个战车不够好看 我有注意到 他礼拜六 礼拜天到嘉义 战车改了 变漂亮了 而且连战车的路线都重新规划 有人潮的地方 你知道吗 有人潮的地方 很多人要看了 哎呦 台湾首富 那我们大家 你要知道台湾人就是好奇啊 所以说台湾首富 郭台铭 你转车上面 大家就围过来看 对对对 然后呢 如果握手的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是台湾人的一个人情味嘛 所以呢 世上在这两战争里面 对不对 已经打到这样的 郭台铭 现在一慢慢慢慢追上去 他就他就打两个人 他就打韩国瑜跟蔡英文 你仔细看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台面上线 现在民调也好 领先群 对 然后领先群之外呢 打他们最有 他打韩国瑜从韩粉那边 挖一半的人走 然后呢 他打蔡英文呢 可以干什么 把韩国瑜 请问你军工教最支持谁 不就叶席的那个男主角嘛 对不对 所以他要从这个地方又挖走 然后一方面呢 反正我只要打蔡英文 不管蔡英文讲什么 他今天已经说了 他不会道歉 他说他是事实不会道歉 他说这个军工教 对不对 他爸爸是这个警察嘛 警察很可怜 待遇很怎么样 你不要忘了 我们政府刚刚才宣布 那么退休的警销海洋人员 他们以后比照农民一样 看病免挂号会免部分负担 你知道吗 那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 这件事我想 连郭台铭身为警察主帝都不知道 台湾的警察除了薪水之外呢 他有一笔每个月的加班费 叫超勤津贴 警察消防人员 他们非常的辛苦 因为他们超勤津贴是固定的 做得多就没有了 以前都说 算国民党的 算中华民国的 你知道吗 他你要知道哦 把他们从七千块 每个月七千块 涨到一万一千块 就是当时的台北市长 陈水扁 后来把全国的这个警察 跟消防人员的超勤津贴 加班费 从一万一千块 涨到最高一万七千块 还是民进党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讲话 要说坦白 要说事实啊 最后我做 容许我做一个简单的结尾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我爱高雄 我爱黄捷 不是时代力量 那个黄捷 是那个黄色捷运线嘛 对不对 之前说 韩国瑜说 他要来中央 这个跟中央要钱啊 说黄捷 那个黄色捷运线不给钱 是 现在八百亿给你了 赶快做 赶快 马上做 为什么 因为你高雄市政府 还要自己自筹六百亿呢 当时听说 不愿意做韩国瑜 不愿意做原因 就是因为不要举债嘛 现在还没钱 不会把你给你啊 马上做 立刻做 做给所有的高雄市民看 这其实对他还是好事啊 对韩国瑜来讲 现在一千四百亿 给了你八百亿 等于是百分之六十 都给你了的话 你可以赶快来做啦 但是对于郭台铭来讲 刚刚瑞德哥讲到一个重点 这个广告 其实不是登给一般的民众看的 其实是要巩固他的初选 因为呢 支持年金的 这个年改的视线 跟修改年改的条款 对于很多这个 军工教人士来讲 他们很希望有机会 能够把失去的再拿回来 但是蔡英文政府就说了 不会更不曾恶言相向 那么该后援会抛出 刺激不实的言论 透过社会对立 来制造仇恨 连行政院也说啦 散播仇恨言论 意图制造社会分裂 但是这个就像是 瑞德哥分析的郭台铭现在一手 这个广告 事实上看似打菜政府 但是其实是要巩固自己 在蓝营这边初选的支持 希望从韩国瑜那边挖一点过来 但是你看他到南部 故宫南院也跟蔡英文交手 他说去看看蚊子有多大 蔡英文只知道拼政治 政治100 经济零分 但蔡英文就说了 如果你去看蚊子 却没有看到展览这样不太好 那么将头37亿 发展文物修复保存产业 我们来问的是 范宇你从他的这样一整个系列来看 真的确实就是一边跟蓝蛙票 一边又打蔡英文 真的是这个策略挺厉害的 这个我想现在最紧张的 应该就是赖清德跟韩国瑜了 因为赖清德其实完全被 郭台铭忽略 一边原话 对 因为赖清德这边认为 他的民调其实比较高了 可是郭台铭完全把蔡英文 当成假想敌了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 韩国瑜其实也会紧张 我们刚讲到 为什么 因为就像刚刚瑞德讲的 其实军公教原本是挺韩国瑜的 那这边其实要区分一下 就像刚讲的 真正很不满的其实是公教 军警销以我们所知道的 其实年金改革这个部分 蔡政府做得很收敛 所以对他们影响不大 而且其实就公教来讲的话 其实选前很多的民调 就是说年改前 公教里面其实超过一半 是理性支持要改革的 可是改革之后 当然情感上会受伤 因为钱变少了 而且有一些关于速度 时间 大家不同的看法 那我也非常同意就是说 其实这个郭台铭 是针对兰英的初选 因为你大选这么打的话 其实也会有很多 非公教的人反弹 担心就是说2020之后 这个改革是不是就会变成 就是会倒退 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 针对就是初选 那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你看起来 郭台铭真的是有钱 能使鬼推魔 他整个政治幕僚 比韩国瑜强上不知道多少倍 他的修正非常的快速 从刚刚开始你说那个宣传车 其实我今天看这个宣传车 我还觉得他这个 就是说其实是有点点 我是觉得是有点丑 丑得很有道理 丑得很简单 很简单 主题很明确 对就是很宿命的感觉 就这么几个字 郭台铭出发了 让你感觉他是一个行动派 而且郭台铭就是 他其实完全得到大家的眼光 我每天看戏文 看他出来我也看 因为那个高反差 跟之前觉得首富都是在哪里 然后在这个外面的感觉 非常的吸引目光 所以我觉得他的幕僚群 非常的聪明 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广告 就是警打就是说 那个信赖保护 这明明就是之前那个 反年改的群众一直在 八百壮士 那时候就一直在讲 我们跟政府有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 不可以少 他竟然可以配上说 信赖郭台铭保护军工教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已经是广告创意的部分 非常尖端的广告创意 然后你看他的整个文宣 就是打蓝银群众 所以他基本上是先切割 先不管中间选民 完全不管本土派的选民 就是打蓝银里面 就是说让我相信 我才能够保护军工教 所以我说爱先鬼 对 从他的小编 到他的路线 到他的宣传 到他的文宣 我觉得他的那个幕僚 非常的强 那我要讲一个 就是说刚刚讲 他有这么多钱 那个瑞德兄 他的财产可以天天登 那个大报广告 我觉得经过郭台铭 这个选战之后 我们真的要对 民主选举的金钱的影响力 做一个很大的反省 如果首富出来了 可以拼到最优秀的人才 天天登广告 那谁能够跟郭台铭 公平竞选 第二个首富 第二个首富 而且还不要募款 把你募款的人 就是说讲成是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那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其实美国选举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要跟欧洲学习 严格限制金钱 在这个选举过程中的影响力 不管是文宣 登广告 或者是 可是他用后援会 他就说钱不是我出的 这个谁会相信 因为这是致死我的人帮我付的 他不是说不收人家钱 那请公布一下后援会到底是谁 谁出四大报的广告钱 你可以用他妈妈的名义也没关系 总要有一个人头 所以我觉得就是 郭台铭这个对我们的民主选举 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今天不用讲你们国民党内部 韩国瑜能够跟郭台铭公平竞选吗 我也不相信 那拼到的钱 他的文宣的实力跟各方面 所以逼得韩国瑜要去跟妙天要钱嘛 用妙天的这个政党外部势力的人 那都是一般的赞助啦 那也不是韩国瑜他去要钱啦 那韩国瑜 不是 郭台铭完全不需要人家赞助嘛 他靠自己就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个其实要给 我也希望民营党在这个部分 如果国会多数的话 可以来思考 怎么去限制 选举过程中金钱的影响力 它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竞争 那未来不管民营党谁出现的话 或者柯P出现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跟郭台铭公平竞选 那其实你从他登了四大报 到他找到最优秀的人才 帮他助选这个过程中 可以看到首富对我们民主制度 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好 没错 因为就像这个范云所注意到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首富真的呢 到底说是他的后援会帮他 又或者是说 他自己拿出来 自己要来选举 感觉上很多人今天坊间就这样 他说首富来选举很好 至少他钱很多 不用担心他会贪污 这是我最近听到人家讲 郭台铭的时候 最常推荐郭台铭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看哦 真的就有这样的标题出来了 他说 郭董的新招是什么 募款我加倍奉还 就是说你募款捐给我 对不对 他就拿出多少 但是他全数都捐给地方来做公益 所以我想问的是 义富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做首富出来 其实蛮好的 他之前不是说他不募款 为什么又募款又加倍 募款不要开账号就募不到款 就不用加倍的问题 那人家很想捐给他嘛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 其实某种形式上 我们把它翻过去 就叫做韩式风格嘛 你也觉得那是韩式风格 我当选以后 我会跟美国两千FTA 然后那现在的政府 都不知道找谁谈 开什么玩笑 FTA美国谈判 FTA是固定的组织 是固定的人 那贸易总署里面的负责人 怎么会找不到人 那我们之前的提法 是跟谁谈的 然后就说 两年什么云林 云林下线问题要解决 云林下线 云嘉南屏东下线 几十年了 如果真的照他说 这么好解决 今天轮不到他讲这个话 你不觉得他一直都在 开始好像在承诺很多事情 你听起来都觉得 好像他很行 真的吗 真的吗 FTA当初我们卡在五大项 一项一项解决 稻米的开放 有限度的开放 一项一项解决 现在最后的关键 美术的问题如何处理等等 如果我谈得拢 就过去了 我觉得 有的时候 我觉得郭台铭的讲话 那种 好像那种承诺 随随便便 轻轻松松 真的如他这样说的吗 我是很怀疑 当然你从党内初选上面来说 他是搞这个东西 他有钱到干嘛要募款呢 他要捐钱干嘛 你又说 今天讲明白 大家都知道他这么有钱 谁募款给他 谁要给他政治现金 他给他政治现金干嘛 他这么有钱 他又说他不募募款 大家又不会给他钱 不募款给他 他又说你募给我 如果我在相对 难道都是红海的员工 政治捐献给他吗 他这么有钱 请问我们在座 就算你支持郭台铭 你会想到政治现金给他吗 两千多亿的资产 台湾首富 然后之前说不募款 现在又说 好像你募款给我 然后我就加倍 到底要不要募款讲清楚啊 那如果是这样 他应该不用去找妙天 对不对 他 因为 他要找妙天 就只有一件事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人嘛 找妙天 那当然不是为了钱啊 找妙天一定是为了人嘛 不是为了钱嘛 你的信众啊 你可以影响的票员啊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为了钱嘛 如果说郭台铭去找妙天为了钱 那我们会很瞧不起这个首富啊 原来这个首富也是要去要钱的 我们就多瞧不起他了 不至于啦 但是郭台铭有去找王金平 郭台铭哦 15号啊 15号找过 15号找过嘛 然后我觉得 郭台铭你不要看啊 其实他旁边的 你看他之前讲的话 颠三岛是逻辑不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现在的策略是很明确的 是 上海内有一些 有一些 对不对 以前非主流嘛 系人嘛 选过几个人 旁边插手是 的确是有一点差别的 因为你看得出来 如果就战术来讲 你会不会觉得 郭台铭的战术 真的确实比韩国瑜要来的精确 前面我们讲到韩国瑜 都说他慌了 或者是乱了 6月1号这个感觉上 就是有一点太早了 但是就像你说的 韩国瑜相对于郭台铭 郭台铭就精确很明确 你面对一个这么有钱的人 你要怎么选举 最终我回来一句话 要懂政治啊 你要跟他拼下广告的钱吗 还是你要跟他拼什么 你其实说一句实在话 在这一方面 我们中华民国所有选举的人 除了另外一个首富以外 我也不觉得 有什么人可以跟他这样拼 所以说里面的郭台铭 这种人 钱都这样广告都给你砸 什么这样跟你砸的时候 我请问你啊 全台湾有几个 可以跟他用这种 对等的实力选举 你看出来好像没有 那你就只好走其他的路 那他搞造势就是这条路 那你就是要把人群 集结起来跟他比 但最终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在讲什么 大家都在目前为止都在想要 一个是想要增加蓝盘的支持度 对 一个是要巩固蓝盘的支持度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韩国瑜凝聚蓝盘的那个力量的比例 比较高 那郭台铭比较低 一个是六成 一个是八成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他的年轻改革的那一个的对抗 对 其实就是告诉你 他现在要巩固 他现在要刺激他蓝盘的票 让蓝盘的票能够更凝聚 然后他打蔡英文不妥协 我再打蓝绿对抗 要把蓝盘的票拿出来 否则他这个蓝盘的票 还输于 输于韩国瑜的话 相对如果不追上去 那就有点困难 所以看得出来很清楚 郭台铭的策略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CN News 就是汇流新闻网做的 反国民党初选的民调 如果是党内互比四个人互比的话 韩国瑜24.7 郭台铭19.7 朱立伦16.4 王金平20 所以在这个部分 王金平还赢了朱立伦 所以朱立伦真的是要特别的当心了 而在郭韩互比的部分 只有两个人的话 韩国瑜35.35% 郭台铭已经胜出了37% 没有表派了27% 这个是有效样本 1077份是在5月22号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孟凯 我觉得当然你作为文传会发言人 就不好去评论谁好或谁不好 那确实他们两个人就是对上来 谢谢主持人帮我解套 确实不好评论谁好谁不好 所以我 还是要评论一下 应该这么想 还是要评论一下 因为你也要选立委嘛 刚刚那个民调我觉得有点吊诡 因为他连王金平拿到20% 都已经高过郭台铭 变成是王金平在第二 那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民调比较不一样 不过我们都尊重 每一个这个民调的数据 我们都尊重都参考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 当然韩国瑜或郭台铭在一般普遍来讲 我们看到是第一名第二名没有错 那我也讲了 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办法已经出来 很明确就是要用全民调的方式 也因此各自的总统候选人 他一定是想方设法 如果说他真的 每一位候选人都愿意来承担这个大局 我想现在也没有什么模糊空间了 那就是大家就是一起把自己好的一面给讲出来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初选里面都没有 广告 就是骂蔡英文讲军公教米虫 跟6月1号大造势 谁比较吸引党内 不要说你 吸引党内蓝军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 不同的做法 我简单评论一下 就是说韩国瑜的这一场6月1号的造势 因为是很多的这个团体来帮韩国瑜来办理 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人自动自发 刚刚我们上一段节目也有讲是说 有所谓的这个简讯出来 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人是说 他自动自发的去报名 还要自己缴钱 还要自己买位置 然后才坐车上来 所以说这都有 但是对于韩国瑜来说 我相信有一些焦虑的韩粉 他可能会觉得是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看到韩国瑜一直被 不管是议会的攻击 质询 或者是说有一些铺天盖地的 真的假的这种抹黑 当然他会焦虑 所以说有一场这种大型的造势 某种程度上一定是会凝聚那个士气 所以说这对韩国瑜这边来讲 确实我觉得会达到他的效果 对郭台铭来说 当然刚刚来宾有讲到是说 因为他有钱 所以说也当砍公狗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也不用选举了 也不用民选 大家就是那个数字账户拿出来比 然后就低名的来当选 不是这样 因为双季可贵 男人可贵的地方就是 一票一票好 我是年轻人 我也是一票 你是台湾首付 你也是一票 我们两票是等值的 所以说换句话讲说 郭台铭他有钱不是他的原罪 那当然他可以去请很多的 他的一个公关幕僚 政治幕僚 我觉得这都是他招兵买马 或者说他本来就是 广纳贤士的这一些策略 重点在于是说 他提出的这些方案 能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个讲法是说 这个年金改革 当然我们刚刚也查了资料 确实民进党政府 并没有从他们口中 讲出米从两个字 这个我们也要给予这个确认 可是有没有在那个改革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米从 有嘛 那个时候台中民进党的某个党工 是有讲到这个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年金改革改完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军工较警 会觉得说相对剥夺感 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很满意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说蔡政府 或者说不管任何人 都认为是说改了就算了 好像逃鬼新的鬼 就没有去理会的话 那这个伤口永远也不会好 那郭台铭是不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拿到一些这些支持者的认同 有一定有 无可厚非嘛 因为现在我还是一样强调嘛 就是一票一票好嘛 如果说今天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广告方式去打动某些人的心 让他来支持我 我当然会去做嘛 就成功了 那重点是不要攻击任何人嘛 所以说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好的地方 大家都各出本事 但是没有相互攻击 而是说各出本事的去吸引互相的支持者来支持他嘛 是没有攻击你们党内啦 当然没有攻击党内啊 没有攻击吗 就已经 蔡英文总统身上已经中很多枪了 来我要让这个瑞熊哥最后讲的原因就是 我们来看 大家面对郭台铭的出招 也有一些疑惑 包括登的这些广告 然后还有他的出的这个招 这是礼拜天的自由时报啊 郭台铭自己讲了嘛 就是募款加倍奉还 捐多少 募多少他就拿出来多少 全数给地方做公益 他说募多少他就会加倍 回馈地方做公益 一毛都不会拿去做选举 然后他说一毛都不会用在选举 但法界说有创意 但是恐怕在法律会有争议 现场专委员也是律师啊 你怎么来看 这是不是金钱的部分真的是要规划 就是要有一个 是应该说更要在乎一下 就是照这个钱 真的是你有钱的话 可以找到最好的公关公司 最有创意的政治幕僚 很多人会靠过去帮他 这个就刚刚范云提到的部分 这个史上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候选人 有这么大的一个财力 那这个到底会不会制造成一个 不公平的一个竞争 那他当然会不公平的竞争 哪须去谈到政党之间 他光在一个政党之内部的一个初选 这个就吓死人了 只是问题是说 他财大技出啊 然后他讲话在社会上有份量啊 然后你看啊 各个媒体会有人就去登出啊 然后他有办法去想到各种的 各种各式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 所以就有人买单啊 你出了几钱 这个社会就是有人可以买单 尤其那么多媒体 让他去做一个置路 其实我会觉得啦 国民党现在不要听他这个 郭台铭看了这种广告啊 你不要去帮他擦脂抹粉啊 我们本来以为你们会去讲说 你看我那是后援会 我跟郭台铭这边无关啊 现在看起来不是 看起来他们就想 你们就是这样讲啊 这个议题吵了两年多 对 那这两年多里面 像我们常常在电视上 大家碰到那些公交的朋友上来 他们就义愤填膺 表达他们的一个愤怒 当初其实大家的论述 民进党论述就很简单 就是讲说共体时间 所以这个部分为了整个年金的一个 永续的一个经营 然后反对的朋友 他们谈了什么 我也很清楚 也是真的在讲信赖保护 就是在谈这两个议题 大家谈的 你像我们当一个律师 我们就从法的角度去看 你怎么会突然就讲说 哎呦你看了 民进党当初讲你米虫 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会变成什么样 就变成是阶级 或者说这个社会之间的一个对立 然后或者说 把这些人打成到民进党的一个对立面 这样子的一个后座力 国民党不要开心 有一部分人真的会认为是说 这个改革是对的 哪怕这个过程里面 有些人觉得是不舒服的 但这个不舒服会消退掉 那那个改革的一个成果 你要把它打回来到原点 说把它变成是零 统统都不算 真以为社会大众真的会去认同吗 这个算盘要重新再打一下 但是去弄这样的一个广告 郭台铭后援会为什么要弄这样的一个广告 我不认为是什么后援会弄 一定就是郭台铭弄 那为什么不直接写郭台铭 要写郭台铭后援会呢 算益都要逼一点法律责任 然后骂后援会 所以如果去搞就是 反正就是有人出电 是吗 郭台铭很老实啊 你要说你要道歉啊 他就说我不要道歉啊 意思就是他嘛 如果我们一般正常人说 那是后援会登的嘛 那是后援会登的 所以郭台铭也蛮老实的 郭台铭还是太老实了 那重点是说 为什么郭台铭变了样 变了样 郭台铭如果他在企业经营来讲的话 大家认为是一个枭雄 那大气十足 他的企业经营的算是非常成功的 不然怎么会变成一个首富呢 可是重点就是说 政治和经济的比较不一样 你把一个企业经营的很好 你可以赚了很多钱 赚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来 变成一个首富 可是一个国家不一样 你把它想想看 开医院跟势力医院 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经营模式不一样 我以前在当台北市医院的时候 我都跟台北市政府建议 我说你要救我们这些联谊 就这些势力医院 只有一个方式 外外经营 你没法经营 因为你想的不是赚钱 你要做公卫 你要做一些公益的一个支出 那个势力医院 公卫 你们家的事情 跟我什么关系 做什么研究 那个要钱 我也不做 可是你是势力的 你是公家的 你就有那个责任 你就有那个义务 同样的 你当了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 有那个机会的话 国家也不是为了要贪钱 当时国家为了要贪钱 国家是说当初 经济要拼得好 美国 你说美国也好 新加坡也好 不是政府是赚大把钱 你了不起是说 我要把这个整个投资的一个障碍 或者说一个经商的一个环境 把它弄得更好 让它更自由化 甚至于把法令去做松绑 政府赚到什么 政府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觉得 郭大名有一点点搞错 可是 讲话就是这样 他财大气粗 可是在这个社会的氛围里面 民众是买单的 他就反差太大 台湾的民众 第一个仇富 可是看到这么霸气 国民党的好多支持者说 骂蔡英文 这个好 所以韩国瑜为什么担心 本来很多议题是他自己垄断的 公教 军人 那个部分 虽然军人部分 这次其实在修那个整个年金的部分 军人的部分 其实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把它军功叫这样绑在一起 要的是什么 还有紧销呢 对 他要把深蓝的那个部分 从韩国瑜那边给挖走 所以你再来 接下来 在国民党初选还没结束之前 你会看到一个现象 郭大名越走会越深蓝 好 会越走越深蓝吗 但是对于民众来讲 一般的民众又是怎么看 比如说一个首富出来 可以营造一个这么大的红海帝国 是不是就真的比较会拼经济呢 有趣的是你看 蔡英文PK 郭台铭 偏蓝的社团票选 说到底 谁当总统台湾经济会比较好 没有想到 郭台铭29% 蔡英文71% 这个5.3万票的结果显示 蔡英文居然胜过了郭台铭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前进新台湾 那么在这个六日当中 我们除了看到了选举 有关于台美关系的重大发展 外交部呢 他宣布了就是我国负责处理 对美国的事务代表机构 那么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已经正式要更名成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而今天在立法院当中 立法院的国防外交委员会 立委王定宇 在询问外交部这些相关业务的时候呢 就肯定了外交部 那么也提出未来是不是 可以更名成 驻美的台北办事处 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先带你来听一下 这个周末外交部 当然公布这个讯息 一定跟美方有相当的默契 把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正式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那这个突破呢 本席今天意义啊 各方面我就不再细究 我要问一件接下来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驻美的 这个TECO跟TECO呢 有没有进一步要更名的部分 人们因着这一个委员会的更名证明 我们接下来住处住管 让国际社会更清楚的标示出来 认出来你们是代表谁 外交其实是一个确认 辨别交朋友的过程 我们常常让人家 以前笑话是说把台湾跟泰人 跟泰国都混在一起了 那我们这个台北很明显 台北经贸文化办事处 它没办法标示出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它叫中华民国很好很清楚 但是国际现实有问题 它在台湾也很好 因为它可以标示出两千三百万人的 很清晰你所代表的 所以我们这个代表处 接下来有没有agenda 有没有进程 拿来做这样的调整 我跟委员报告 那个就像说我们这个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这个名称的改变 不想你也注意到 我们外交部部长在那里 他也讲说他很喜欢这个名字 当然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我们只要在跟美方之间 持续密切的协调沟通 能够做成的 我们都把它放到我们的监调里面 我们不能天真到说 我要求你一分钟要做出来 一天要做出来 因为这牵涉到两国之间的谈谈沟通 所以如果我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台北就两百多万人 我们能够让它更清楚地标示两千三百万人 这个方向是不是外交部要努力的方向 当然是 我们会跟美方来保持协调 好 那么像这个就像王定宇委员在立法院讲的 这样的消息公布 显然是跟美方有一定的默契了 所以包括蔡英文总统 在他的脸书贴出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AITO直接是置顶分享了 蔡英文总统的这一篇的脸书贴文 就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正式跟名称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而且是首次将台湾美国的名称 是并列就在这个机构名称上面 对台湾来讲 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人家说改名而已 还有什么更多进步的部分吗 我们来看到这是礼拜天的自由时报 在断交之后 台美的国安顾问在华府会晤 里头的内文有写到 根据了解李大为这个见面的对象 其实就是美国国安顾问波顿 那么这一次他到美国去是在台美断交后 双方的国安顾问首度会晤 现场我想问蔡英的是 波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对于说两边的这个外交部长 跟他们的国安顾问碰面 对我们来讲到底重要性又是什么 对这当然了 因为要先介绍波顿 他现在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事务的助理 那他是最主要的chief chief就是主要的 那我们的李大为当然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 对最重要的秘书长 然后之前担任过外交部长 还驻美代表 那波顿他其实也担任过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 那这次也是川普跟中国的那个贸易谈判里面 非常重要的大将 一向被认为是对中国的鹰派 那他其实过去曾经写过很严肃的学术论文主张 就是说联合国应该重新考虑台湾入联岸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说也是一个对台湾友善 对中国强硬的 那但是过去其实并没有跟台湾的 就是说国家安全正式这样子一个会面 而且是公开的 因为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宣布 那你也看到就是说 至少我就看到日本的媒体也有报导 然后印度的媒体也有报导 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 就是台美断交之后 我们最近就是说什么旅行法 说两边官员可以交流 但是没有一下升高到这么高层级 台湾跟美国的国家安全的 最重要的人的正式的会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指标 就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的确是快速升温 那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刚刚讲到的 我们这个讲了很久 这个名称比较奇怪的 北美台湾事务这个协调委员会 直接改名叫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就很清楚前显易懂 因为以前我想说为什么叫做北美 是个北美洲嘛 以前很多人都会这样问 它其实已经让人感觉到台湾跟美国 已经进入一个有点像是准邦交国的位置了 因为它帮你证明了嘛 那另一方面当然我想大家如果有注意新闻的话 其实AIT最近也都会直接表态 那AIT最高层级的负责人就是利英杰 他已经好几次公开发言说 台湾已经不再只是美国的 strategic entry策略性的利益 台湾现在是美国亚太里面的 价值的共同的伙伴 也不再只是他的一个利益 而是共同的伙伴 给你这样一个partner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蔡总统过去这么的低调隐忍 不当一个所谓的trouble maker 看起来真的是有得到一个reward 那加上这中美大战之后 就是说其实大家发现 就是说对中国的战略要改变 那同时也会考虑到 对台湾的一个战略的改变 我想最近WHO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 非常多这些过去传统 我们本来只有我们的邦交国 帮我们讲话嘛 这次几个欧洲这样 美国这些民主大国也都发生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 国内的政局来看的话 其实是对蔡总统最有利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就是其实我自己刚好也是 外交部的无任所大使 妇女议题的无任所大使 所以常常就是 这些国外的智库学者来台湾 那时候有时候会找我聊 我最近遇到好几位 都是问我一个问题 总统大选谁会赢 我说你觉得谁会赢 他说他们好几位都说 非常担心韩国瑜跟国台民赢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这些 美国的智库跟战略 都认为这两个 就是很明显亲中嘛 那他们基本上只信任蔡总统 因为对他来讲的话 柯市长跟赖清德都还是 不大确定他的两岸关系立场 是什么 不够熟悉 那蔡总统他们已经观察了 很长一段时间 这四年来就是说 在台湾跟两岸关系的稳健 那当然我们有那个 独派朋友不是那么的同意 或是说东奥证明 可是你看到这一次 如果这个换得了台美关系的 几乎快要往准邦交国化的话 我想很多人还是会非常肯定 蔡总统在这个两岸跟国际中美台方面的 一个为台湾争取到的实质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想这部分来看的话 就是说 未来未来半年内 我预期美国 跟就是说 我们在这些国际组织上 还会有继续对蔡总统利多的部分 那这部分当然相对来起来 比起来其实 郭台铭本来告诉大家 他跟川普很好 大家都知道 那是川普跟一个商人很好 那最近他要参选要去白宫之后 不是他发表了说 川普跟他讲说 选总统怎么样 就白宫后来立刻就有打他一巴掌 说没有这么讲 那我们可以想象 以对川普的了解 就哥良好说了几句话 可是正式的管道觉得 不可以讲这样的话 所以因为我是认为 郭董是没有说谎 但是事实是 川普就是常常这样说话 可是白宫正式管道就是 完全没有对台湾的总统大选 有这样的评论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 这几位要在台美关系得分 目前真的是 只有小英总统 就能够持续得分 那这部分 当然他会怎么样 在总统大选里面发酵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 未来半年内 还会有其他 就是得分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辣台妹 对于这个国家的立场上面 不只是民众 对于他积极对抗中国 尤其是习近平的谈话 立场很坚定 就像范云所说的 在国际当中 从这一次打WHO的事件 带到现在美国的动作 包括波顿跟李大为的碰面 当然波顿对于中国的角度上面 很多人解读 他是个鹰派 但是不是也就是因为 中美贸易战的战火 持续在延烧当中 这几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个 除了今天有万安演习之外 接下来呢 这军事操演也即将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军事的互信升级 美国是要求台湾的潜舰通报 那么提升成准战略伙伴关系 从外交再到军事 对于美台正式定名之下 下一步是不是一个 准建立邦交的这样一个关系 而在美中台三边当中 蔡政府还有哪一些积极的作为 我们必须了解的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那么等一下稍后我们会有这个 前进力来跟我们把大家的留言 放在荧幕上面 那么一路我们从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一直看到现在辣台妹所展现出来 这个对于国家立场的部分 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跟肯定 那不只是在外交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军事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这个汉光35号的演习 现在正在展开当中 那么根据了解 这边美方借由前舰军售 向国防部要求 这个前舰的坐标位置 那我方也会向美国提出分享 军事专家就分析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 美国跟台湾之间 就算没有外交关系 也没有协防约定 但是美军对台互动跟相挺的态度 可以说是准战略伙伴的关系 现场我想专委员 社会执政党的委员 在这个时候 外交国防 其实就是总统 我们在看这个总统的表现上面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是属于总统的职权的部分 你怎么来看这一阵子 蔡英文总统在国际当中的发声 以及国际像美国或其他友邦 对于在外交跟国防上面 给予我们的肯定 我刚开始在外交这部分 我都认为 有点疑虑 就是说会不会是美国 在对台湾发言巧语 后来看起来还不是 他并不是用在国际上用一些语言来 安抚你或者叫别人来 就发声而已 反而是他这些是把实际上 尤其过去的北美 变成台美 是 这让我吓一跳 因为过去大家都喜欢讲 连中华民国的时候 大家都故意把它讲成是一个台湾 我觉得那个字太长了 讲台湾也很快 是 可是呢 那个是有点自己在安慰自己的一个作用 美国哪有什么跟你什么 台湾跟美国 从来就不是好不好 因为中国的一个因素 在国际上我们被他压得死死的 那这样经过整个国际 我们整个外交官 或者整个政府 整个国家 这样40年这样 总算把这个名字来做一个扭转 实际上也就是说 那美国把台湾给做一个证明了 那这样当然还没有达到说邦交国的一个关系 至少大家会觉得说 有啦 你既就把我当作 我是真的是叫台湾 不怕你有见过而已 但至少我们真的是一个 类似于大家感受到 就是说至少你把我地位提高了很多 虽然你还有中国这样的一个压力 那至于说 你说外交部分这个有没有得分 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分 光赖清德在立法院那个背询的时候 就讲说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光用讲的就夺到多少人的一个喝彩了 那好了 那这不是 这已经是在执政的时候 那让整个台湾过去 没有办法在外交上获得的一个 这样的实质的一个地位 那已经突破了 这对蔡总统来讲 是怎么样去突破说 美国真的愿意用台湾 就直接放上去这样来称呼我们 他们认为在现在这是关键点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当然是蔡总统个人的那种 在领导整个国家稳健的一个特质 也许有人会认为说 你就因为反中啊 所以美国刚好这个节骨眼啊 刚好就看上你啊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但就这么简单吗 那过去阿扁的时候 也是在反中啊 也在对抗啊 阿扁过去也有八年啊 那为什么没有把 总不会说那个时候 把他变成升格为台湾 那因为马英九你过度寝宗 所以又把台湾拿掉 又变成北美 不是这个样子 反而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 当蔡总统对外 他对老共 虽然两岸关系 大家看起来是停滞放在那个地方的 可是他没有去挑衅你 他是稳健的 那对美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觉得说我在国际上 蔡英文在国际上 他没有去制造麻烦 他没有去带给国际社会 任何大家觉得说 你故意在挑衅 在让台湾跟整个台湾海峡两岸 在那边制造争端 没有 所以他认为他可以信赖的 所以外交上 那当然这个部分 对蔡英文总统的话是 从国外国际上 对他的一个肯定 他大大的一个加分 那那个整个军事上 那个我看起来才可怕 你知道吗 什么你潜艇到什么地方 大家连这种资讯 都可以去做一个分享 这就是联盟了嘛 这简直就是说 你在对 军事联盟 你在对开口对 有人要跟你打吗 你旁边一只 你旁边一只 要注意 搞成就变成说 我们是整个一个战斗的一个团体 是 我们当然不是说 一定是要做人的事 重点是说 当我们有很大的敌人 在各个领域在打压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坚强的一个 实质上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伙伴 你只要你自己觉得 我往后是一个阵营 其实任何时代的战争 都很少说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 打到最后 如果真的是一个战斗打起来的话 都是联盟啊 但是你看你跟什么人一国 你跟什么人一国 那当我们跟老共在对抗 我们刚刚不喜欢有兵戎相见 可是当他跟我们敌对 甚至诉诸武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最大的 你跟谁结盟 当然是一个民主阵营 我反而会觉得说 这一些传达给国人的 就是说 在蔡英文领导之下 其实跟美国的关系 那是大大大大的一个提升 这一些是过去没有办法的 达到的 那为什么他可以 做这样的一个突破 那当然国人会给他 很大的一个喝彩 好 所以说不论是在外交 或是军事上 外交很多人说 我又如果不处理外交 我可能感受不到 但军事国防安全上 确实也看到了 美国给予我们的支持 只是就在这边 奇怪的就在于什么 柯文哲 为什么最近的民调做出来 他没有太多的新闻 也很少被讨论 甚至于自己都觉得被边缘化 但怎么会支持度 不降反升呢 对于蓝绿之间 柯文哲的第三势力 是不是真的要选总统了 他从日本回来了 广告回来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前进新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阵子 柯文哲的讨论其实不多 那么就是偶尔一些 市政的背询 又或者他到日本去 但是如果就520当天 联合报所公布的民调 我们来看 柯文哲参选的情况之下 韩国瑜柯文哲 蔡英文 4月21号到5月15号之间公布的 柯文哲是从26% 上升到了32% 如果是这样的撒卡都 他第一名哦 再来如果是郭台铭 柯文哲 蔡英文的话 他依旧是第一名 就是从4月的27涨到了31 破3的其实只有柯文哲 但如果说是民进党推出的是 赖清德的话 韩国瑜柯文哲 赖清德 原本柯文哲26 也是提升到了三成 又是33 韩国瑜下降 赖清德小幅上升 但都是柯文哲领先 如果郭台铭 柯文哲 赖清德的话 这个郭台铭往下降 柯文哲也是上升 好奇怪哦 是不是电话通通打到 柯文哲的支持者家了 我问国民党好了 你怎么来看 这个 好你说这个蓝绿之争 真的就是欲望 象征用鱼翁得利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柯文哲他从去年11月24号 当选台北市长之后 他心里真的只有一个想法 都是一杯酸中痛 我想他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 所作所为 即使他没有松口 但是他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份民调的这个 可以来讨论的点在于哪里 在于是第一 蓝绿目前都面临到一个状况 大家都在初选 蓝也在 绿也在初选 甚至说就像我上礼拜 刚通过的这个初选 其实很多民众对于选举 还是有点会觉得说 太密集的会反感 因为会觉得说 古年九合一才刚选完 现在是要选什么 所以说很多民众会觉得是说 怎么蓝绿都还各自 在做一个选举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点厌烦 那厌烦的途中 某种程度上无形当中 就让柯文哲这个 虽然说嘴巴没有讲要选举 但实际上一直在做选举动作的人 反而于庸得利 但是在这个民众方面 一招胜有招